零食饼干饮料商品琳琅满目 来到新庄这间假娃娃机店 夹到的东西不只能够带回家 凑齐数量还有机会兑换一间千万房子 假娃娃机店有各式各样的商品 可以任你夹 现在有业者祭出活动 只要夹满25样商品打着有几率 可以兑换到一栋房子的名号 来吸引消费者 游戏规则比照大乐透1到49号 民众自选6个号码 对当期乐透开奖号码 如果6个权重就能兑换一间房屋 市值2000万元 换算几率只有1400万分之一 我觉得应该会蛮难中的 因为我平常长假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是什么种房子 我觉得种车子都很难 种房子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容易 可是就是好玩 我觉得几率很低 因为平常买乐透都没有中 实际问问来玩的消费者 基本都认为这几率实在太低 无法清楚知道 中奖几率活动也没有限期限额 不免质疑这操作根本只是血统 现在还没买 那等到客人中的时候 当下会带客人过去 挑选一间42000万的房子 那才是全新的房子 现在就买的话就不是全新的 虽然还没有真的买房 但业者表示已经看准地带 选中的房子就位在新庄复都心 如果真的有消费者中六码 就会带到这里一起选屋 因为公民交易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事业不得以不当的赠奖或赠品的方式 来增加交易的机会 到检举的话呢 他可能会财罚5到2500万的这个罚还 律师则表示 若消费者真的中奖 最后没买房 可能就会涉及到诈欺罪 业者搞噱头花招增加竞争力 但民众也别看到千万房屋数光 就急着花钱参加活动 还是得了解游戏规则 董生讯的薛玉珠温尔连在新北市采访报导 然后 blur方举片 法区 越